为了接待昨天早上到访的首相丹斯里莫尤丁 网络疯传消息 指巴生中央医院特地清空急诊部门 不过院方今天否认谣言 澄清调动病房 是为新冠患者提供更舒适的治疗环境 巴生中央医院总监哈兹·祖卡纳发文告表明 事实上截至昨天 急诊部有177名患者还没有治疗 已经处于饱和状态 医院灾难管理层因而采取应急措施 决定将日间治疗中心转为新冠病房 并在这个月8号和9号 将新冠患者转移到临近急诊室的G2和G3病房 以及日间治疗中心 好让患者可在更舒适的环境治疗 当局强调将确诊患者转移到低风险新冠病房 是病房管理方决定 而不是急诊部做主